当今中国大陆公认的是黄赌独遍地 而被称为是中国姓都的东莞 近期扫黄的大动作却不同于往常 首先是由央视暗访播出 并且针对五星级酒店 尤其直指色情业背后的所谓保护伞 同时广东当局也是闻风而动 大阵仗的抓捕 外界认为东莞这次扫黄 意在打击广东团派大将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不过胡春华却借力使力 反过来把广东官场商 和自己站在对立面的一方 进行了清洗 据报道 东莞成立了扫黄专案组 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打击专项行动 声称要彻查色情行业的关系网 抓获主要责任人和幕后老板 消除保护伞 最无知意他不在角 其实打击的是广东团派大将胡春华 但是胡春华借力打力 你们看到广东采取了一种霹雳手段 立刻是大规模的扫黄 借机把广东官场中自己的对立面 进行清洗 日前海外中文媒体引述北京政界的消息指称 北京政局出现大逆转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改革和反弹 遭到了极大的挑战 多名前政治局常委 对习礼新政近几个月的政治举动 提出严厉批评 要求搁置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人的处理 中共元老们威胁习近平 如果不及时调整 中国就会大乱 还批评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太过放手 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矛盾引到最高层 引起极其恶劣的政治效应 因为习近平上台呢 大规模的反腐 向继德力集中开刀 已经引起了对立面的极大恐慌 他们已经拼命的反抗 从陈光标到纽约 再到海外媒体爆出的公共高峰的离岸资金问题 再到这次冰管王主督问题 都是港内的斗争的结果 广东的一些地方都是中国太子党的敛财之地 当地的一些官员 老板跟这个主官员啊 都是合伙的经商 每一个酒店后面都有他们股份 东莞事件曝光两天后的2月11号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 第二次联政工作会议上放狠话 要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 零容忍出重权 绝不允许任何人有特地搞特权 东莞这个事件 属于中心高峰 在这个两会之前啊 政治斗争 像基层的波及像以往一样 以东莞扫黄的胜利而搞功 又处理了一批人而结束 但是内斗不会因此而停止 还会有新的节目会陆续上演 李英受到民众欢迎的扫黄 由央视曝光后 却遭到网民的唾弃 大陆民众异常反弹 传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在央视任职期间 与太子党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打告美女外交 不断向中共高官进贡美女 将央视变成中南海高层的后宫 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以淫乱和贪腐之国 周永康为娶央央视女主持为妻 制造车祸谋杀了前妻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曾经与一百个女人 有不正当关系 其中大连女主持人张伟杰下落不明 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中共贪官中 百分之九十五有情妇 腐败官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包有二奶 而一九九年 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 一百零二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 包二奶官员高达百分之一百 中共官场形成了包养情妇为荣 不包养情妇为耻的官场文化 官方估计目前大陆有六百万舞女和妓女 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早已超过了一千万 而不少女大学生 供职于各类办游商务资讯等 从事色情服务 据了解 中国的卖银大军创造的年产值 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 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 稳居第三位 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 内积文化 使用作词 宣传 人事 职工 制作词